根據WHO的統計資料 全球有百分之十七點五人會長得不生的問題 其中有百分之幾還有一邊還有一邊的老體的狀況 最嚴重的是 還有一邊人找不到原因 面對不平溫 要一邊還有一邊的老體 其在他中心的虎三博生殖醫學科的蕭純文醫生標示說 有這種問題 阿嬤可以考慮這麼受到不用抵抗的調查 反復性流產的人裡面有一半可以找到原因 像是一些年齡 子宮的結構異常 或者一些 內分蜜的問題 血栓疾病的問題 可是有另外一半的病人是完全找不到原因的 因為反復性流產大概是流產兩次之後 就已經可以定義為是反復性流產 那根據各大學會有建議的話是有非常多的檢查要做 包含一些抽血 超音波的項目 那裡面他們就有討論到免疫學的檢查 有很多還在研究中跟他們已經部分建議的 檢疫檢查方式 那免疫就包含在可以考慮在這些人身上去做檢查 醫生標示說 幾乎醫學中心統計兩千控十二到兩千控十一年 這就是不用抵抗的檢視 反而是來老天的這個阿嬤有兩百多對 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五 距離到HLA的高度相容性 可能就是夫妻之間的白血球的抗原太相近了 反而沒有辦法引發出可以保護寶寶的抗體 所以才會導致就是媽媽身體裡面 因為寶寶是一半是爸爸一半是媽媽 所以他會沒有辦法去保護 媽媽身體裡面的抗體去攻擊 胎兒身上來自爸爸的抗原 所以會導致一些胎兒排斥的現象 所以這個是還在研究中的免疫學的機制 所以大致上來說是這樣子 其面對到HLA的高度相容性作性老體問題 已經表示說來進行到減免的治療 只需治療或不然有中間便可以順利 生下健康的孩子 所謂的檢敏治療就是 我們可能會從先生身上抽血 然後去做出一些離心過後做出一些製劑 然後可以讓打在太太的身上去做檢敏的動作 那這個可能在國內外都有一些人在嘗試這個治療 那台灣可能主要是奇美醫院有在做 反正新聞帶一下英雄採訪報道